來…漢王有什麼吩咐? 你馬上通知霸王 你說韓信快會率領大軍特襲他 小人? 現在沒人肯聽寡人說的 你幫寡人辦妥這件事 列土蜂王,寡人也答應你 你… 你拿這個棋子作為信物 你交給霸王,你說什麼他都會相信 主帥已失,敗局已成 你又何苦多想呢? 不會的,我韓老弟英雄蓋世 不會讓我們暗算到的 臣妾真的很不明白 漢王身邊每一個謀神武將 個個為了打敗韓羽,廢殺私娘 上下一心在出謀獻賊 為的是要你統一天下登上帝位 但是偏偏漢王,你走到諸多所留 你不明白吧?我講得你明白 之前我誇父韓信不肯回師勤王 我們仍然只有八千老弱殘兵 漢老弟掌握十萬雄屍 為何還肯跟我們倚和? 就是因為他顧念到我們兄弟情 不想我們這個劉大哥死 如今你叫我父情父義 趁著漢老弟他東歸澎城 就在背後拆他一刀 那我還是人? 他日我做了皇帝 都是禽獸不如的九皇帝 當年我女子放他做千金小姐 榮華富貴 屈身下嫁於你 陪你受盡苦頭 助你斬白蛇起義 都入贖了,又說你四處奔波 到追水大敗之後 我連命都不要也助你脫險 寧願自己身陷監牢,受盡苦難 我為甚麼?我為的就要你得成帝業 讓我助上皇后這個寶座 你為了要做皇后 就把我漢老弟趕盡殺絕? 趕盡殺絕項瑜那個不是我 是你,漢王 既然你身為漢王 你就同樣要付出代價 拐人何時說過要做漢王 為甚麼要拐人付出代價 當時你受萬民歡呼 被稱為仁義之君的時候 你又欣然接受? 拐人做這個漢王也不是容易做的 就說韓信呢,拐人受他多少氣? 這個就是代價 是他幫你打個天下回來的 他說要打敗韓羽 他得的是千古留名 你得的是天下 既然要付出代價 你就一定要絕情絕義 把你最好的兄弟鬆上絕路 你身為人妻 你這樣教自己的夫君 做這種卑鄙無恥的惡行? 你既然還知道 神妾是你妻子就最好了 你和韓羽再親 也親不過與你同襟共枕十幾年的枕邊人 如果你再不分親疏輕重的話 無論你在棋局、時局 你也只會是個大輸家 你… 你派報信的人已經被神妾殺了 你不要再枉費心機了 怪人真是… 這局一敗土地, 無法挽救 是, 怪人還有一部企 阿皇… 見不見張侯爺? 不見, 他出去遠門 怪人不知道 怎麼會這麼久都還沒回來 找人不見, 人只有幾天了 去了哪裡? 漢皇 要去幾天這麼久 你們對張卿家做過甚麼? 漢皇所言是甚麼意思? 張后爺離去之時 沒有向漢皇交代清楚嗎? 你們不用捉無作樣了 之前張卿家沒有列席你們的密謀大會 他一定像寡人一樣 不贊同出義反而追擊漢羽 所以就遭到你們的毒手 漢皇, 請你冷靜點 你們究竟將張卿家怎麼處置? 漢信叩見漢皇 齊皇, 漢皇他… 漢皇只是一時情急才胡思亂想 漢皇, 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我們不要妨礙漢皇休息 繼續商討佛楚大業 是, 齊皇 天天 為甚麼要這麼逼我? 我不想害漢皇帝 我柳邦可以怎麼做? 漢皇, 漢皇, 漢皇 漢皇 張卿家 起來, 拜見漢皇 張卿家, 你回來就好了 我怪人很怕你被韓信他們所害 你是只出義反義一時? 是…張卿家, 你真是銳智過人 洞察乾坤 張卿家, 你幾天來, 你去哪兒了? 我一附近一帶, 堪拆地勢 你也站在韓信身邊幫他堪拆地勢? 韓信被戰, 唯要追擊韓宇 是他畢生夢魅所求 亦是明垂千古的機會 怎會讓我將糧分他佔工呢? 這樣就好了, 又來留在寡人身邊 寡人連結法妻子, 幾十年的好兄弟 全部都站在韓信身邊 個個都變得很冷血, 很無情 時勢變, 人心自然會變 就像地上的青草 會順應天時生長一樣 別說這麼多大道理 快點想張樑計, 幫寡人阻止他們 漢王…微臣還要看完收集回來的文情 好讓他人為漢王 以定治理天下的方略 治理天下? 你是要寡人一統江山? 寡人已經和漢老弟以洪溝為界 平分天下了 漢王滅楚一統天下, 其實總有定數 微臣也是因為這樣而追隨漢王 至於出議反議, 雖然不義 但是世在必行 連你都贊成出議反議? 微臣絕對不會贊成 但是韓信手握重兵, 大勢已成 所以言如燒河, 忠如犯快 也會順應時勢而改變 就像天上烏雲脈捕, 必然下雨 這是誰都不能改變的 漢王 你介紹多段, 一定要救漢老弟 無論漢王也好, 漢羽也好 漢信甚至張良也好 都只不過是一隻棋子 任由上天擺佈 我們只是照天理行事 出議反議 全無公道可言, 是非不分 算是甚麼天理? 漢王說得好 公道不在人心, 是非只在時勢 但是到最後天理何在 張良實在未敢往言 微臣言盡於此, 請漢王珍重 是非不在時勢, 這才是典禮 這才是典禮 壞人生, 公道自在人生 公道自在人生, 是非不在時勢 是非不在時勢, 這才是典禮 這才是典禮 最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